儘管第五波疫情来势洶洶,银行于转角市股价态度审慎,为买家憧憬农历年后小阳春重临,入市态度与银行背驰,导致市场出现多宗股价不足个案,个别差距接近一成,业界指,楼市转势,银行评估风险后,股价会较审慎,呼吁有意借尽八至九成按揭保险的买家, 在入市前做足功课,以免失去预算,影响交易,大公报抽取一月份部分二手成交作参考,发现其网上估值比成交价低一折,例如纽宁约八年的粉领日风,代理指屋院五座低层A室刚液手,单位实用面积615方尺,成交价940万元,实尺15285元, 参考三大银行网上资料,单位股价介乎851万至935万元,积股值比造价低最多89万元,差距达9.5%, 美联助理联席董事林逸进透露,大埔新达广场三座中层施室,实用面积489方尺,开价790万元,略减10万元即获用加以780万承接, 实尺15951元,据网上资料,上指股价710万至761万,其中恒生及汇丰银行之股价均为710万,比成交价低出70万元, 林解释,虽然疫情存在不明朗因素,但本港经历两年的抗疫后, 楼价没有大幅下跌,新达广场部分业主憧憬小阳春于农历年后重临, 开始调升叫价,上述买家优累辞买更贵,所以把握时机入市,大埔南山亦有股价不足情况, 代理指,该屋远一座低层G室,实用面积899方尺,日前以970万元逆手, 单位获银行网上股价指示916万至920万元,比楼价低5.1%至5.6%, 即使有业主大砧价沽流,但银行股价比成交价更低, 中原分区营业经理陈思丽表示,天水为江湖山庄丽湖居一座中高层F室, 实用面积442方尺,上月放盘价590万元,因疫情升温, 最终累减57万以533万元沽出。 虽然上指减幅近一成,为三家银行网上股价分别为519万至526万, 意味股价不足,银行对豪宅股价亦审慎,代理指, 跑马迪洛翠台A座高层4室,实用面积1147方尺, 连一个车位以3328万元逆手, 实施29,015元。 根据大型银行网上资料, 物业连车位估值约3169万元, 比成交价低159万或4.8%. 经落案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, 过去两个月,二手成交价偏低, 影响股价数据, 加上目前处于转角市, 股价行需时掌握形势, 在处理物业估值会较审慎, 对于个别单位估值比楼价低近一成, 曹夫预入市前做好风险管理, 尤其计划借尽8至9成案揭保险的买家, 首期资金不要太紧拙, 业界人士指, 去年第二季疫情受控, 二手破顶成交贫现, 银行股价十分积极, 部分网上估值比创新高价还要高, 不过, 近月流市转吹淡风, 银行开始调低股价, 可以视为市场信号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行股价, 这个选择的项目是中文字幕, 和声音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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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提及, 我们将在谷歌谷连行和声音部上提及, 在谷歌谷连行并众,